新展《惠动世界》上海美术电影的时代记忆于当代回响 正在上海名声现代美术馆火爆开产中 73岁的著名动画编剧姚忠李已经来看了三次 5月30日走进经典巡礼展厅 当熟悉的动画形象和手稿见次映入眼帘 他又一次泪目 回忆涌上心头 我是可能是中国动画编剧当中 和这些动画导演合作最多的人 我合作最多的是阿达 胡敬庆 严定县 林文肖 这个几个导演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共性 他们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不模仿别人 不重复自己每一场周又鸣的最典型的实践者 姚忠李是13集系列剪指动画片《葫芦兄弟》的编剧之一 这部家喻户晓的经典制作 是如何诞生的 面对中兴社记者的提问 他如数家珍 中国以前是没有系列片的 中国在1984年以前 我们只做动画艺术短片 比如《三个和尚》 比如《九色录》 但是80年代 特别是到了84年以后 电视台大量的播放欧洲 日本 美国的动画片 那么我们电视已经普及了 那么我们一定要拍自己的动画系列片 那时候中国我们最早是两部 一部就是《葫芦兄弟》 是13集的剪指片 还有一部就是《邋遢大王历险记》 《葫芦兄弟》是中国最早的系列动画片之一 片中有两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 其一是穿山脚的牺牲 其二是爷爷为了让葫芦兄弟团结一心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每当看到此处 总让孩子们落泪 中国动画以前有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讲法吧 主人物 英雄人物是不牺牲的 他就怕累着了 或怕伤着了少年儿童的心 所以当我们看到葫芦爷爷牺牲 包括那个《传染家树式牺牲》的时候 孩子们都哭 他就问我为什么让他们牺牲掉 后来我说 我们在做剧本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话 唯有牺牲夺壮志 半个世纪前 上海曾是中国动画的大本营 姚忠李所在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动画人才 和最优质的动画技术资源 几代美音厂工作者 不遗余力地投入艺术创作 以一系列老少贤疑 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 成就了国人自己的动画世界 姚忠李在一张拍摄于1983年的 钱家俊和五位得一门身照片前 停留了许久 为记者一一指出中国动画大师 钱家俊和他的学生 胡敬庆 戴铁狼 严定县 林文肖 阿达 同窗舞导演 在家他们的恩师 钱家俊先生 虽然已经故去 但是他们的作品 永远留在 无数的或者是历代的 少年安兔的心里 他们的作品 而且永远留在 中国动画史上 意义闪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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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入类リ论